機器掃人其實是一件很不錯的事情 那用機器去幫助農耕這件事情是不是有幫助 我們其實在上一次的得獎團隊之中 有一組作利用微型機器幫助農業紀錄天氣的裝置 因為他們發現了那一次的提案 做到後來會有一些地方是沒有辦法克服的 所以他們再次提了一個新的案子 這次則是利用城市的技術來為農民做農耕紀錄 讓我們來歡迎軍校的阿龜智農務紀錄好幫手 後面要麻煩降低一下音量 這樣我們講話才聽得到 謝謝 大家好 我們是阿龜維修天眼通 我們是上一屆得獎團隊 今年還在繼續做因為原因很多 其實這是一場農業的維修革命 因為過去農業上面大家都是各做各的 然後彼此並沒有串聯 比方說像是農藝系跟園藝系 這兩個就是老實不相往而來的單位 然後園藝系的專家跟農夫又有一些斷層的隔閡 資訊業的科技業的人跟農業雖然都非常想做 但我其實去年跟紀念人面對這些科技人碰到最大的問題是 他們都很想要加入這個計畫 但都不知道怎麼切入 所以其實我們是在嘗試用技術來解決農業上面的問題 這次要做的是什麼 這次要做的是阿龜智 阿龜智是一個田田紀錄的APP 那基本上是幫助說我們在種田的時候 來協助我們做紀錄跟種用的 好 那上次這是我們上次做的 那我們上次做什麼 其實整體計畫來講是要打造一個農業維修的工具 會有物聯網的技術跟資料科學的部分 那會包含說像是大家看到就是在 這邊是屬於田田感測器 就是怎麼樣去收集環境數據資料 還有就是在給農民用的前端儀錶板的部分 那後面會包含像是資料庫專家知識跟田田紀錄 那在這次的計畫會特別就是專注在田田紀錄的工具 跟資料正規化的開發上面 好上次做了感測器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還有儀錶板的部分 那除了這個之外這都是比較是軟體硬體的部分 我們也做了像是維修的實驗 在真實的場域裡面做灌溉實驗 可是這些做完之後發現一個問題 其實維修資料科學要成功的要素阿 除了農業環境數據之外 還有田田紀錄跟作物生養指標 這兩個東西一定要做 不然其實光是環境資料 因為其實從去年就在收了 那對於分析師來說其實他沒有辦法反應出什麼 因為我們最終是要建立給農夫用的農務決策的model 好那上一季呢 雖然不在計畫規範內 但是我們也做了田田紀錄的出版的正規化跟農務行為的部分 可是這個做完之後發現 正規化的部分是做了 但是一個好用的工具還沒有出現 那沒有好用的工具基本上沒有辦法普及 那這段時間我們也調查一些像是農委會 或是一些農務單位開發的系統 本來是想用啦 但後來發現在農民的反應其實不好 一方面是反應不好 第二方面是說資料沒有到分析師可以用的階段 所以這次我們打算自己來幹 那所以重點就環繞在兩個 一個是簡單易用的介面 第二個是分析可用的表格 怎麼樣去記到後面分析師可以用是蠻重要的 那最後一個是參與師驗證 我們再來會在深溝村這邊去啟動一個比較大型的計畫去做 那我是希望可以把深溝村的感濟器插滿 讓他們可以用這個APP去用 那講回到阿規制的部分 他就會蠻簡單的透過拍照的方式 然後也集說怎麼樣做就是農務行為的分類 再搭配我們田間感測器的這些環境數據資料 那但是農民要用還是得必須要給他一點誘因 所以會去再結合一些社群的分享 或是再結合一些產銷的部分 那另外一塊是在於QUAB Models的部分 那QUAB Models部分的話 國外有像是DSET或是CERES的系統 但是那都是國外的作物生長的指標 可是我們後來研究了到最後發現其實台灣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嘗試再去建立一個 台灣數據資料適用的一個QUAB Models 那這個也會是我們這次任務的一個重點 那這一次一樣所有的東西都會開源出來 包括我們的APP跟我們田間紀錄表的規範 還有就是會再附一個教學手冊 那另外來講畢竟這個還是一個農業開源協作的社群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加入我們 阿龜危機又天然通的粉絲團 那另外有一個更大的坑是在於 Open Hack Farm這個開源社團 所有的農業科技大家如果想要做都可以來加入這個社團 共同協作 好另外來講我們也會辦 Agri Hacking Day 下面四張就是我們從宜蘭辦到政大 辦到台龍發辦公室 再辦到台大四次的活動 那這件事情其實還是很長啊 所以需要有更多人 更多不一樣的專業來共同投入這個計畫 好 不管怎麼說 我們都是自力讓數據更有溫度 謝謝 時間應該剛好 謝謝 謝謝 OK 那我們請開放文化基金會的副執行長 然後也是我們這次GLAND的計畫總酬 來為我們辦這個獎 阿龜的成員要不要都上來 阿龜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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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謝謝阿龜 今天如果能夠把農務做得很好其實也不錯 但是如果環境沒有顧好的話